嗨大家 歡迎回到第四集 今天這集要來教大家一些比較家裡動態的一些訓練 因為大家已經在家悶了一個禮拜沒有出去訓練了 所以這一集我們會做一些比較動態的方式 來刺激到你的下肢訓練 OK 那我們就準備開始吧 好 首先要教大家的第一個動作呢 就是在家做輕鬆的抬腿跑 好 那這個動作呢就是維持我們的腿部的跑感之外 也可以透過這樣稍微提升你的心肺刺激 所以待會的動作 我們會做大腿抬到大約45度的位置 然後持續做原地的抬腿跑動 持續的時間大概是40秒鐘的時間 所以動作連續的抬腿 那記得要注意的動作就是你的腳 大腿都是往前進方向抬大腿的動作 所以不要做到勾小腿了 勾小腿就會變成是錯誤的動作 所以我們盡量這個動作做的要點 是抬大腿不勾小腿 我們是做的是抬腿跑的動作 持續40秒鐘的時間 好 接下來第二個動作呢 要教大家的就是側向的公布蹲 所以待會的準備動作 兩腳大概先與肩同寬 然後我們的動作啊 往側邊蹲的時候 好 先跨一步出去 踩住之後 屁股往後方 然後你會感覺側面看起來 這邊會呈現一個大約90度的動作 刺激的位置 從屁股一直延伸到大腿後側 都會明顯感覺到有刺激的感覺 然後推回來 那動作就是側蹲 屁股往後推 然後回來 好 側蹲 屁股往後推 對 回來 那我們待會單邊啊 持續做大約20秒的時間 回來 側蹲 20秒 回來 那總共大約做了20秒鐘之後 好 停 然後直接換邊 換成往左邊前進 蹲 回來 好 側蹲 回來 好 持續這樣的動作啊 大約40秒鐘的時間 做完之後我們就可以稍作休息一下 接下來第三個要教大家呢 就是原地的弓箭步的換步跳 那待會我們會做前後弓箭步的姿勢 做一個起始動作 那動作開始之後就會往下蹲 往上跳 換邊 下來 往上跳 換邊 好 連續動作 跳 跳 那動作啊 記得在做的同時啊 側面看起來一樣保持身體是往正下方直接往下 不會有過多的前傾或後仰的動作 那前後腳的位置啊就是弓箭步的交換腿 這個動作一樣持續40秒鐘的時間 那刺激完可以稍作休息20秒鐘 好 接下來第四個動作呢要教大家 就是除了刺激你的懷關節穩定之外 我們也刺激一下你的上背肌群 就是會有一個划船的動作 所以我們準備動作 先找兩個會有負重的裝置 可能是水平600cc甚至1000cc 或者是簡單的小啞鈴 或者是像現在最常見的 也就是防疫的這個酒精好不好 那拿著之後呢 待會我們準備動作先做單腳站 然後屁股微微的往後 那身體曲幹一樣呈現大概有點打直的狀態 這個時候我們第一個要刺激的啊 是你的懷關節穩定上半身 不要讓你的上半身抖來抖去 保持身體打直 那第二個要做的啊 就是我們會有一個夾背的動作 划船往上推 然後回來 划船往上推 回來 那這個動作要持續的就是 連續在做單腳穩定的懷關節訓練之外 加強你的上肢也就是 上背肌群划船的動作 那這個動作可以練的啊 除了腳踝之外 連上肢也可以得到很好的穩定效果喔 持續時間 一樣是40秒鐘的時間 所以往上夾 然後回來 往上夾 回來 那如果你是比較壯的人啊 你也可以在負重的位置 加一些比較像 更重的東西 像是 兩個 謬火器 那我們來做第一個抬鎧跑 40秒 準備 3 2 1 GO 最後一手大腿往前抬 最後一手大腿往前抬 最後一手前後擺 很好喔 還有25秒 這個時候還可以邊抬腿 邊看電視 還蠻棒的 15秒 這個動作啊 做的稍微可以練一下白手 準備 5 4 3 2 1 好 休息 休息20秒鐘的時間 下一個我們準備要做的是 側邊的 20秒 換邊 OK 還有8秒 然後先往左邊開始 準備 3 2 1 GO 1 2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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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1 2 3 3 2 3 2 3 2 2 3 3 2 3 3 3 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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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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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這動作好痠喔 還有7秒 還有20秒 3、2、1 那以上就是這一集教大家幾個比較動態的下肢肌群訓練 希望透過這樣的訓練刺激可以幫助你找回比較動態的跑步的感覺 那今天這樣的動作四個動作 我們每個動作間隔大概休息20秒之外 主跟主中間休息兩分鐘 那總共刺激的次數是四組 所以希望透過這樣的四組動作 可以讓你在接下來的肌力維持之下 保持到很好的狀態 也可以稍微的刺激你的心肺功能喔 我是你的家人對不對 我是紀偉 好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我們下支影片 交一下 我們下支影片見吧 然後 JOBI 歡迎・開動